连颂被凤九的眼神看得难堪 索性也不搭理 转头说了一句 折颜上神 你这鱼钓上来了吗 连颂话音刚落 就看见折颜上神皱然抬手 拉起了鱼竿 那鱼竿上的鱼线末端咬着一条大肥鱼 那鱼在空中挣扎 鱼身的水溅的折颜和连颂满身满脸都是 连颂一个机灵站了起来 一边擦着脸上身上的水 一边脱口道 我说折颜上神 你这鱼真是不掉择椅 一掉就这么肥 折颜上神此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般 回答着连颂的问题 那可不 估计这鱼二一听说自己要为东华帝君烹煮 也觉得三生有幸吧 在场的人 包括身后的连颂 就连东华帝君听到折颜这话都抬头看向了折颜这边 成日更是在众人惊讶发呆之际 率先鼓起了掌 紧接着白钱勺碗等人也纷纷鼓掌 连颂松口一笑 也遂及拍起手来 掌声落下之后 连颂的头微微一偏 道 我原以为折颜上神经日情绪不加心绪不明 可刚才听上神的话 又觉得上神十分连颂 其实是想说折颜上神笔之方才的神经大条 现在却是十分通透 就连如此谄媚的话都能说出来 可连颂正欲说出那番话的同时 却一不小心瞅到了白真 白真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因此连颂联王打住 改了口继续说道 又觉得上神十分通透 是个极明白的神仙 说罢 连颂还收起扇子 走到折颜上神身边帮着收起鱼竿 转身之际朝着白真上神又是谄媚一笑 白真自是不搭理 只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连颂的笑了 折颜提着装了大肥鱼的竹篓递给了众林 看着东华帝君道 东华贤兄 与我是捞起来了 接下来就有劳你了 说完走到东华帝君对面 拿起一个茶杯漆上茶 一口将茶水全部饮进 方才看着凤九说道 你俩也是可以了 没有必要时时刻刻粘在一起吧 放好鱼干出来的连颂 恰好听见折颜的话 瞟了一言东华帝君和凤九 道 折颜上神来酒重天并不多 多来几次就习惯了 凤九看着二人调侃自己 也不害羞反而更加甜蜜一笑 整个人又进一步的往东华怀里蹭了蹭 东华帝君呢也是顺势将抱着凤九的手又紧了紧 两人此时此刻如同连体云一般 如骄似漆 东华帝君呢一边嗅着恩爱一边不忘方才 折颜连颂调侃的事 像是无心地说道 也难怪你二人如此 都比小白年长 却还是孤身一人 也着实有些可怜 折颜听了这话 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旁的话 只好从鼻子里跑出一个哼的声音 朝着痴纹走去 而颜颂此时眉头一皱 淡赏之后 抬头看着太成功的天 道 这还是从前那个征战八方不尽女色的东华帝君吗 众人听见连颂的感叹 都暗自发笑 只有东华帝君转头看着凤九 道 小白不是女色 小白是洁色 东华帝君此话一出 就连平日不大爱开玩笑的莫冤上神都忍不住在这之后为他叫好 白浅更是转头看着叶华 道 多跟帝君学学 叶华连盲英道 是事事 巴黎和滚滚两人坐在台阶上 原本并不打算介入大人们之间的暗流 本来也是 自己两个人的虔诚堪忧 如今哪里还有兴致参与别人的新鲜事 可就在哲言上神和东华毕竟两人频频经济出口之后 两人也不禁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不仅如此 还悄悄地吩咐公额起来笔墨只愿 将方才哲言上神那句谄媚得很明显但听起来却很受用的话记录下来 两人以为 仅凭哲言上神这句话就够两个小团子消化一段时间了 从说话的语气 用词 断句的方式 句式的组成构思等等 这些分析起来 认真钻研是完全可以学会的 滚滚和阿黎深深觉得 自己用凡间的话来讲 真可谓如此可叫也 可是两个小团子在听东华帝君那一句小白不是女色 小白是杰色之后 顿时觉得东华帝君的造诣 他俩有生之年怕是望尘莫及了 虽然两人也是在吃惊之后将这句话一次不落地记录了下来 可单单从这句话上来看 完全找不到什么章法 可越是这样 两个小团子就越觉得这句话精妙绝伦 可越是精妙绝伦两人就很难模仿学习 阿黎悄悄对滚滚说 滚滚 你父君平日也常说这样的话吗 滚滚冷淡又平静地盯着纸上的这句话 道 不急这句 不急这句 听滚滚说完之后 阿黎常常舒了一口气 道 如此 你我还有进步的空间 另一边 众位神仙品着东华帝君这句话 凤九则是在东华帝君怀里笑个不平 今日的帝君却是活泼得紧 东华帝君也觉得似乎在自己说完这句漂亮话之后 凤九更开心了 东华帝君在心里深深感叹 果然漂亮话还是有些用处的 东华微微一笑 低头对凤九说 夫人要不要给我指导指导唐醋语的做法 凤九一边笑一边点头 于是这犹如连提音的夫妻俩右手拉着手 一起走向了膳房 剩下身后一群神仙看着这两人的背影纷纷不平 这哪里是座唐醋语 简直就是诸心啊 其实东华帝君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之所以让凤九在旁边给自己指导 并不是因为自己不会做 而是因为担心自己在膳访给了凤九和吃吻 说话相处的机会 东华帝君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此刻东华帝君正拉着凤九站在案板前 看着飞舞的菜刀自己处理着那条大肥鱼 然后凤九眼睁睁地看着东华帝君一步一步 按照自己的叫法坐着糖醋鱼 东华帝君一脸正惊地对凤九说道 小白你安心等着吃就好了 魏夫如今厨艺精进东华帝君还说了什么凤九已经不记得了 凤九只是在听到精进二字之后 脑袋就嗡了一声 同时陷入了对众人的担忧中 不得不说 无论是在凡间还是神族 男人或者男仙对自己的厨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自信 凤九退到了膳房门口 先是满目深情地看着忙碌却自得的东华帝君 然后转身又是满目怜悯地看着六角亭 周围茫茫碌碗碟高点奇茶针灸的神仙们 凤九叹了一口气 觉得作为凡人尚且要懂得要顺其自然 那么眼前的这些神仙们更应该懂得自求多福这个道理了 就在此时 一个橘黄色的小团子歪歪扭扭进入了凤九的视线 凤九转头一看 原来是滚滚偷偷摸摸地躲在一边朝着凤九招手 凤九回头看了一眼东华帝君 道 夫君 我去那边拿碗盘罗 东华帝君满脸微笑看着凤九 轮了一声 凤九便朝着滚滚走过去 来到滚滚身边 蹲下身问道 滚滚 怎么了 凤九一边问 一边掏出袖中的帕子擦了擦滚滚的脸 滚滚一脸无辜地说道 娘亲 稍后还有别的吃的吗 凤九听了滚滚的话 稍稍一愣 最急知道了滚滚的担忧 说道 有的 公文准备了其他的吃食 滚滚可以吃别的 不过 凤九有些犹豫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为了照顾东华心情 让自己的儿子吃两口鱼 滚滚见凤九如此 十分贴心地说道 娘亲放心 我和阿黎舅舅还是会象征性地吃一口 父君做的鱼的 凤九听了滚滚的话 长舒一口气 道 果然聪慧如我 说完站起身 去拿了碗盘朝着滚滚眨了眨眼睛 便回到了膳房 膳房这边也一切就许 东华帝君将于乘出 端起来和凤九走出了膳房 众位神仙一见东华帝君的身影 又圆圆瞧着东华帝君手中的盘子 一时间头皮发麻 心中五味杂陈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东华帝君一步步地走近 凤九也在招呼着大家就坐 众位平日里威风凛凛的神仙 此时此刻却像是带宰的高扬一般心中忐忑 十分惶恐地坐下 然后亲眼目睹东华帝君将手中的唐醋鱼轻轻地得意地摆上了桌 然后下达 喝 泥